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功能和它目前真机的实际状态 我们这款机的一个基础的结构 我们才有中空冷却的结构 我们这个结构就是保证丝杆在正常运行运转过程当中 能够在一个恒温状态下持续地工作 接下来展示的这台可能型号相对要大一点 是我们的1270S的产品 这么大规格也是为了满足客户在有色金属方面加工的需求 1585L系列的产品 也就是刚刚在文件里面向大家介绍的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包含的这些机型 由小到大覆盖了我们主流市场需求的全系列的这些产品 向咱们各位及老朋友们介绍一下 硕胶还有汽车零部件 包括现在比较典型的新能源汽车 针对制度化设备的零部件和目前受疫情影响 很多医疗器械行业的真实需求 我们都是有针对性的服务的方案和机型 同时呢 航空航天 轨道交通 我们要在行业里面深耕细作 才能够把我们的产品更贴近于使用化的需求 更贴近于所有朋友们的真实加工需求